你喜歡鮮豔討喜的壽司嗎? 或是很好奇水彩跟色籤筆如何結合運用呢? 還是很想知道如何善用混合美材啊 節省色籤筆的消耗呢? 那麼這部影片就非常適合你喔! 嗨大家好,我是Gina 又到了Gina的手繪課的時間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主題是 用水彩打底、色籤筆疊色修飾 畫出鮭魚親子軍艦壽司 先跟大家說聲Merry Christmas 耶誕快樂! 雖然我自己通常不過耶誕節 但這兩天收到來自幾個國外朋友的問候 還是覺得非常溫暖 也希望你們佳節愉快 趁著雙12R免預費 我在蝦皮購物上面買了一盒 12色的紐盾專家級的快狀水彩 剛好明年一月份要開設有關 青絲甜點的實體色籤筆的系列課程 於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用水彩與色籤筆結合 畫出非常鮮豔美味的鮭魚親子軍艦壽司 加上很多人對於色籤筆的消耗很苦惱 於是今天想要用這部影片跟大家分享 只要懂得混合美彩 先用水彩打底 後續用色籤筆處理細節 自然可以省下不少色籤筆的消耗 除了增加作品的精細完整度 也能節省不少作畫的時間 如果你也是非常喜歡壽司 或是想要看我如何運用水彩結合色籤筆創作 那就繼續看下去吧 這邊依舊先請你準備好色籤筆工具 隨性或是油性的色籤筆都可以 我今天所使用的色籤筆工具 是瑞士卡達專家級的水性色籤筆 紙張部分 我使用的是荷蘭亞頓的手工水彩紙 如果你找不到跟我一樣的紙張 也可以試著找同樣是細紋的水彩紙或是插畫紙 但我會建議紙張要厚實一點才方便作畫 當然也不能忘記準備水彩工具 我所使用的是英國牛頓專家級的快狀水彩12色 以及德國達文西混合毛水彩筆 今天我想要先用水彩打底上色 等等不會用色籤筆打稿 於是也會準備2B鉛筆壓畫草稿線 草稿線條才不會因為水彩上色而消失 以及稍微整理草稿線用的軟橡皮擦 以上這些工具在美術社都可以買得到 工具都準備好之後 我們就要來開始啦 在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按右下角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提醒的小鈴鐺 記得選全部的內容 你的訂閱支持就是我持續創作影片的最大動力喔 之所以選擇牛頓水彩 除了是來自水彩大國英國之外 牛頓水彩是水彩界的大牌子 以前在念復興美工的時候 我都是買學生等級的牛頓水彩練習 而現在因為需要拍攝影片 以及陸續的創作需求 覺得好像已經可以添購更高等級的工具 所以雖然我已經有其他水彩工具了 還是買了這一盒全新的專家集試試看 然後因為這是一盒全新的專家集塊狀水彩 請先稍等我一一打開每一塊顏料的包裝 由於這部影片不是開箱 這次不會特別介紹這盒牛頓水彩的外觀等細節 不過可以看得出來 除了原本配置了12個的基本顏色 盒子還有另外12個顏色的空間 至於為什麼只買12色呢 是因為整盒配好的顏色 有時候不見得是我需要的 如果以後我自己發現還有什麼其他的需求 我可以再另外買其他顏色補齊就好 或許也有人好奇專家集跟學生等級到底有什麼差異呢 礙於影片時長啊 以後有機會再另外拍攝影片跟大家分享喔 首先我先在畫面中心打好鉛筆草稿 關於打稿的步驟 依舊可以先請你看我之前的打稿影片 如同跟色鉛筆打稿的步驟非常相似 今年使用2B鉛筆打稿的時候 同樣也是要把下比例到放輕 比觸越俐落越好 接下來用水彩上色的時候 才能維持作品的乾淨度 如果畫好草稿線條後 有多餘或太粗的線條 你也可以運用軟像皮擦 稍微沾取多餘的鉛筆線 草稿的清楚度 只要是你眼睛能夠辨識即可 才不會在上色之後 留下多餘的鉛筆痕跡 打稿草稿之後 接下來就是進行上色了 畫水彩跟畫色鉛筆都有很像的步驟 就是通常會從比較淺 比較亮的部分開始畫 才能畫出透亮、乾淨、且層次分明 飽和度豐富的作品 我覺得畫水彩非常有趣的一點就是 你可以只沾取一點點的顏料 再配合乾淨的清水 就可以慢慢的暈染開來 而那中間顏色衝擊死牙所產生的變化 光是看著看著就會覺得非常療癒了 水分的掌握其實應該是很多初學者的罩門 水分太多的時候會擴散得太廣 太少則無法暈染顏料 至於要怎麼拿捏 這些都需要大量的練習才能得到經驗 而且也需要看題材與局部 而有不同的技法與運用 我個人也都持續的在學習中 荷蘭亞頓水彩紙算是這幾年才進來台灣 所以不見得每間美術社都有販售 但因為它的紋路比較細 比較適合我需要後續使用色鉛筆修飾的需求 於是這張作品我就會用亞頓水彩紙示範 而且它本身有300GSM 厚實的質感很適合水彩跟色鉛筆的反覆疊色 以後我也可以運用不同紙張再示範各種題材 畫水彩跟色鉛筆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上一層必須要等到完全乾燥之後才能陸續上色 若覺得等待時間有點久 也可以藉助吹風機的力量加快等乾的速度 這是我第一次使用牛頓專家級的水彩 我覺得顏色來說當然是非常清亮 也非常好進行渲染的過程 但可能光是從影片還是無法看出跟學生等級的水彩有什麼差異 之後有機會再拍攝其他影片讓大家對照喔 如果喜歡畫壽絲或是青池的甜點 也很享受畫色鉛筆這件事 歡迎參考我在1月開辦兩種色鉛筆零基礎的系列課程 上課地點都在台北市區 一種是青池甜點的系列課程 今天畫出的壽絲也可能納入教學的內容 一種則是非常療癒的植物花草系列課程 兩種系列課程都會從拿筆開始交起 教你構圖、疊色、抓比例、色彩的認識 還會教你怎麼選擇最適合顏色去做畫 也會跟你討論上課的練習或者是回家的作業 對實體課程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參考影片底下描述欄裡面的連結 有非常清楚的課程說明喔 用水彩大致打好的底色之後 請先確認紙張上的顏料都已經乾燥了 接下來就可以用色鉛筆開始疊色 這裡說明一下 大家可以從目前為止的步驟看得出來 我會故意用水彩畫得深一點 這樣在後續使用色鉛筆的時候 只要再利用淺色、疊色即可 而不用花費太多的時間打底上色 至於水彩要畫到什麼程度 才可以開始用色鉛筆修飾 其實真的要看你個人的喜好 但畫畫本來就沒有什麼硬性的規定 你也可以直接用水彩完成作品 當然也可以全部都用色鉛筆完成 至於為什麼想要用混合眉材的畫法 是因為比起清清淺淺的素雅風格 我個人比較喜歡顏色飽和豐富的效果 於是雖然光用水彩就可以畫出一定的程度 但總是很喜歡多添加一些元素 讓整體更有變化 也更為完整 作畫的過程也會更有趣 你當然可以使用我之前分享過的技法 直接用水星色鉛筆加水運來 依舊可以完成一副非常完整的作品 這都沒有什麼好壞對錯之分 就像我常常跟大家強調的 你是自由的 創作更是容許自由的 我認為只要是你畫得開心 沒彩真的沒有所謂的規定跟規矩 那用一種、兩種、很多種混搭 真的都可以 只要是你自己畫得順手開心 成品是你希望看見的就好 不需要自我設限 只能使用一種工具創作喔 而且利用水彩先打底 色鉛筆後續疊色、製作細節 也真的可以節省非常多的作畫時間 如果你跟我一起這麼做 並且從中得到收穫 以後您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喔 由於鮭魚卵上面有明顯的光澤感 於是我會用白色色鉛筆點綴 製造一些高光反差的效果 但這裡強調的一點是 如果你單純只用水彩完成整張作品 那麼就會先需要留白不畫 或使用留白膠 才不會少了高光的效果喔 然後你也可以用橘紅或是紅色的色鉛筆 稍微框出鮭魚卵比較深色的局部 我個人認為食物畫的大原則 就是把食物畫得看起來好吃就對了 色字看起來比原本的食物更好吃 所以即使有一點點過於鮮豔 也沒有關係的喔 混合美材也有另一種好處 就是你不再受限只使用一種工具完成作品 而是可以更天馬喜空的作畫 而你在作畫之間 也可以運用工具的特性 去讓你畫出成就感 例如像是 你可以運用水彩大片暈染的特性 減少很多作畫實踐之餘 還可以節省色鉛筆的消耗 而在運用色鉛筆疊色之際 也因為色鉛筆可以做出細節 以及疊色覆蓋的效果 而讓畫作有些缺陷或是不足的地方 因此修補了 這樣讓初學者在畫畫的時候 更沒有壓力上色 也更會勇於作畫了 但雖然如此 我們還是盡力的做好每一個步驟 前面提到的修飾好處都只是附加條件而已 文在文打做好每一個細節 才可以真正的持續進步喔 鮭魚親子軍艦壽司就這樣完成了 希望你們喜歡我的示範 我其實平常很少畫壽司 頂多只會在手帳上面記錄而已 這算是第一次畫出一個完整的壽司吧 但過程跟畫甜點是一樣療癒的 感覺之後也可以更常畫不同的食材了 那畫完之後也不要忘記 可以用軟橡皮擦 稍微修飾一下多餘的鉛筆線條 這樣整體看起來會更細緻完整 那如果對影片內容有任何的問題 或是你有特別想要看的內容 都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處留言給我 你的留言都是我日後拍攝影片的靈感參考 我也會盡可能的回答大家的問題或是感想 身為一個依舊還算是新手的Youtuber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並想給我一點鼓勵 也請你多按讚留言或是分享 讓影片觸及到更多的人 也歡迎加入我的臉書粉專 吉娜吉普賽 或是追蹤我三個不同主題的IG帳號 一個人是關於旅行與斜槓的生活 一個人是關於手繪畫畫 一個人則是新書創作 歡迎三個帳號都追蹤都支持喔 另外我的頻道裡面有非常多 適合初學者的手繪課程 你都可以在吉娜的手繪課系列影片裡頭 看到更多相關的教學影片 畫畫是你自己的事 不用跟別人比較 你畫的開心最重要 請記得訂閱我頻道 並且開啟提醒的小鈴鐺 吉娜的手繪課 我們下堂課見 掰掰 謝謝 才請餘 小鈴鐺 姓